渔业署昨日召开 全年禁止捕捞暴软母线 第二次意见交流座谈会 会中邀请提案人郑同辽副教授 地方政府、渔会、专家学者及公民团体 共同讨论 目的在于有效强化 寻泄渔业资源管理 农渔局长胡柳中表示 本次座谈会在渔会单位充分讨论下 初步决议将朝四个面向进行 资源管理面 暴软母线近于期 由每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 调整至每年8月1日至12月31日 并增加修班巡、红星缩子蟹、远海缩子蟹 及善永巡之财捕可宽限制1公分 渔业生产面 船长落实限于申报工作 全年配合渔业署执行海上科学观察 收集科学研究数据 掌握寻泄渔业资源动态 资讯公开面 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 邀及产、官、学及公民团体 共组咨询小组 依据科学研究结果 每半年滚动式检讨管制措施 全民共同检视执行情形 协助产业永续经营 产销辅导面 辅导建立生产地友善渔业标章 提升产业形象与价值 结合产地标章 协助行销 建立多元销售管道 记者 陈荣誉报道